好 觀眾朋友 下面讓我們來關注一下 有大陸網友爆料的 有關武漢肺炎疫情的最新情況 3月13號 網友上傳了一段微信聊天錄音 裡面一名在武漢社區服務的司機說 他昨天送一位突然肚子疼的居民去醫院 結果今天那人被確診感染了武漢肺炎 現在司機也被隔離了 社區裡還有很多人都被隔離了 司機說 這位被確診的居民一直在家沒有出門 只是下樓拿過菜 在肚子痛之前沒有任何症狀 司機懷疑 失菜或者是菜的包裝帶病毒 武漢醫院仍然人滿為患 網友3月13號晚上拍到的視頻顯示 急救車上的病人無處安置 救護人員說 現在所有的醫院都不收病人了 剛才去了161醫院 那邊說讓送武漢亞洲心臟病醫院 但這裡也不收 說沒有床位 病人說 我不用加床位 只想看看醫生 醫院的人說 連坐的地方也沒有了 中國大陸多地繼續出現行人病到街頭的畫面 3月13號 網友上傳的視頻顯示 在東北的瀋陽街頭 一名看不出性別和年齡的人士倒在地上 路人不敢管 12號 湖北實驗街頭 也有一名克勤人員倒在地 被醫護抬走 3月13號 網上流傳一段微信聊天記錄 裡面一位網友說 他的朋友正在武漢抗擊新冠病毒 是一位重症醫學頂級高手 但是現在非常沮喪 因為對這個病毒束手無策 這名醫生說 患者進入低血養徵特別快 插管上機基本上就是炫判死亡 而且年輕人很多 中國電視宣傳的中南山專家團隊 救治成功是個笑話 而那些輕症出院的 也許感染的是一個獨立弱的亞型 感染獨立強亞型的患者根本就救不過來 在這次的病毒中 為了解 那些人的患者 這次的病毒中 在這次的病毒中 感谢观看